这个男人灵魂真的会分离 每到十二点准时变身 这回变成一个邋遢男小老子 他来到小美的住宿 感觉一切是那么熟悉 他坐下来思考 分析这几个人的关系 突然这时 小美回来去中间 不料小黑三的手下也来了 他们要抓走小美 男主想来个英雄就买了 却被人家一顿毒打 看到小美被打了 突然觉醒了什么 把对手打到怀疑 他带着小美逃了车 对手也是紧追不折 他劫持了一个脚逼 问出了点真相 晚上他又找到几个大叔 想找出车祸那天的行车记录仪 找了半天 记忆似乎又找到了一件 小黑三又派人来解杀他们 在这关键时候 十二点到了他又变了 他救出流浪汗 翻看之前的行车记录仪 发现一个地方 墨雅物场 随后赶到这里 终于发现自己的真身 这也让他回忆起以前的事 记忆点点浮现脑海 原来他变成个人 都是以前的安保同事 一次行动中 小老子无意发现 有人为了钱被判了同事 小老子把证据又判给了男主 男主得知了他们的阴谋 而女友被小黑三抓了钱 为了救出女友 小江来到坏蛋老巢 被他们给注射了一种药 这会让人实现 彻底的身心分离 甚至不清 这时 小黑三手下找到了这里 此时他的样子还是小六 他为了救女友自己被抓 他原本以为是好人的小二部长 其实也判见 男主想起来了全部 乞丐大叔带着小江的真身逃脱 女友则是被抓了起来